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 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今天我们说一下 镜子对于现代人来说 是件普通到再不能普通的物件 不只是在家具卧室 洗手间、玄关 甚至有些女孩子都会随身携带 或者是在办公室自备一个 镜子是看来来看我们的一种仪表的 现在不少电梯里都有小镜子 就是方便我们随时看自己 有没有哪一点失礼的细节 但是家里有太多的镜子 也不是一件好事 镜子并不是能随随便便就摆放的 很多鬼片恐怖片都会说 人可以通过镜子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镜子摆放有什么风水吧 镜子摆放有什么讲究风水 一、在卫生间 镜子的安装位置高于照镜人 用于卫生间里的镜子 应尽量挑选较大的 因为它可以尽可能的扩张 因睡眠而收缩的能量 会使人精神百倍 另外如果人戴照镜子时 头部上方还有一大片空间 就意味着人的事业发展一片光明 二、镜子的摆放方位有何讲究 在家居方水穴当中 每一个方位都有一个不同的气场与作用力量 而家居的西南方代表宽挂 也代表五星土 西南方属土带有阴气 小人低迷的进出口气场 因此如果在西南方安装镜子 往往会招来小人 若是在卧室西南方摆放镜子 则会引发噩梦 并可能导致运程低落 三、卫生间镜子的形状 以方形为最佳 摆放在卫生间的镜子 一般来说以方形的形状为佳 因为它本身就代表了平衡有序 方方正正嘛 因此切记不能有尖锐的棱角 方形的镜子 如果再配上圆形的洗手池 合适的灯光 就会更利于建立风水上的平衡 另外圆形和土圆形的镜子 也适合使用 只是不能使用菱形和多边形的镜子 自卫生间的镜子 以什么形状为最佳 摆放在卫生间的镜子 一般来说以方形的形状为最佳 因为它本身就代表了平衡和有序 方方正正嘛 因此切记不能有尖锐的棱角 方形的镜子 如果曾再配上圆形的洗手池 合适的灯光 就会更利于建立风水上的平衡 另外圆形和土圆形的镜子 也适合使用 只是不能使用菱形和多边形的镜子 五 卫生间镜子和马桶不要正对 在很多家庭中 我们都会看到 在卫生间中镜子对马桶这种形形 就是因为这种布局 触犯了风水中的禁忌 给家人的健康带来的影响 因为马桶是排泄的地方 是不能通过镜子照的 如果不是独立的卫生间 而是在卧室中配备的卫生间的话 我们更要注意 把穿衣镜和卫生间里的镜子分开 不要互相对照 在卫生间镜子风水禁忌中 这样的摆设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健康上的影响 还会影响家里人的财运 六 卫生间的镜子多大才合适 对于用于卫生间里的镜子 应尽量挑选较大的 因为它可以尽可能地扩张 因睡眠而收缩的能量 会使人精神百倍 另外如果人在照镜子时 头部上方还有一大片空间 那就意味着人的事业发展一片光明 不过也要适当 因为过多的空间会使人流于空想当中 但是绝不能选择过小的镜子 那些只能照见一张脸的镜子 肯定不会利于事业的发展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 卫生间的镜子越大 预示着人未来的运势就会越好 其镜子不能对着什么物品 镜子有放射反射的功效 因此它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家中亲人过世摆放有遗照的地方 不宜摆放镜子正对的遗照 否则就会让去世的亲人难舍离去 留恋在家中 这从玄学的角度来解释 就是容易形成朝阴的气场 此外家中有供奉神像的朋友 也不可以摆放镜子正对着神仙 否则非但没有起到供奉神像包平安 还会形成骇人的风水气场 让家里成员运势大跌 感情财运 其健康等多方面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八 卫生间镜子不要正对位于间的门 卫生间中的镜子不能过多 很多人认为镜子能让空间扩大或者美观 所以就在卫生间中装很多镜子 装在卫生间镜子风水静气中会给人带来大忌 而且运势也会非常的低 还有就是夜里去卫生间的时候 人的阳气都会相对比较弱 一般都处于恍惚状态 如果卫生间的镜子多了 容易让自己受到惊吓 从而产生不好的阴影 就外形不同的镜子各自有何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 镜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一如古诗 以同为镜正宜观 镜子大致有四种外形 平面镜子 八卦镜 凹镜 突镜 平面镜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必需品 用来整理一种仪表与装饰美好的必需品 而八卦镜是用来驱斜驱轨的 突镜与凹镜用在风水穴上 是具有花煞功效的 十 卫生间镜子选用成像清晰完整的整块 在装修的时候还要注意 最好是用整块的大镜子 而且能照出越清晰完整的越好 如选与银镜 它是目前最不是真的镜子 也算是最好的选择了 不过在现代装修中 也出现了一种新潮流 就是很多人竟然用很多小镜子 来组合成一个大镜子使用 用了图的就是金钞和美观 这种设计虽然看上去美观 但它照出来的形象却是支离破碎的 所以这样的镜子照着人的话 不仅会影响到人的健康 还很容易导致人变得游柔寡断 运势下降 所以最好不用 十一 用小镜子拼成的大镜子有什么风水讲究 在装修的时候还要注意 最好是用整块的大镜子 而且能照出的像越清晰越完整越好 如选用银镜 它是目前最不失真的镜子 也算是最好的选择了 不过现代装修中也出现一种新潮流 就是很多人竟然使用很多小镜子 来组合成大镜子使用 图的就是新潮和美观 这种设计虽然看上去美观 但它照出来的形象却是支离破碎的 所以这样的镜子照着人的话 不仅会影响到人的健康 还很容易导致人变得优柔寡断 运势下降 所以最好不用 近着摆放风水 有时候我们也会选择书房 作为我们穿衣镜的摆放位置 因为书房几乎是办公的地方 范围比较凝重 如果放上一个穿衣镜 能写到最好很好的舒缓视觉的效果 但是镜子最好不要照着书桌 这样容易让自己温馨 其次从风水学生来说 主宰文昌的文昌地区 不喜欢在阅读的地方放置镜子 所以不要随便违背风水学的指示 因为我们的衣柜 几乎都是摆放在卧室的 所以有的人也会很自然地 把穿衣镜的位置选择在卧房 这样穿衣镜很好的被利用上 我们几句整理都很方便 但是要注意 在卧室摆放穿衣镜时 最好不要对着你穿的那一头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心情是极放松 极没有切心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容易被自己 在镜子里的印象吓到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室内摆放镜子 有放大空间的效果 那么我们为何不把 我们的穿衣镜的位置 选择在客厅呢 这样既可以点缀空间 有可方便我们使用 何乐而不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样点缀不可过于浮夸 在穿衣镜的位置的旁边 稍微放上一两盆植物就好了 或者在穿衣镜的对面 挂上一幅精美的画 实际上的世界效果也非常的好 进门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玄关处 是使用穿镜率几率很高的地方 我们可以近距离照 也可以全身照 但要注意的是 按照风水学上说 穿衣镜是不能放到 大门的正前方的 会挡住财神液驾到 所以如果我们考虑 在玄关处放置穿衣镜的话 一定要把穿衣镜的位置 向旁边挪一挪 侧颜点比较好 这样既可以方便使用 也可以增强视觉效果 厕所一般是我们沐浴洗漱的场所 这样的场所肯定是需要 穿衣镜的存在 那我们穿衣镜的摆放 位置选择在哪呢 厕所的空间不大 穿衣镜的位置选择在哪 都是可以的 只是要注意 穿衣镜的位置 不再推着厕所门的位置就好了 因为风水学上说 镜子对着厕所门 会让夫妻发生矛盾 女主人容易患上疾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老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